HELLO 大家好,我是LITTLE MAY 今天想帶大家去吃花膠車仔麵 聽說這間店只有米芝蓮推薦 經常都大排長龍,很多人去排隊 而菜式上有很多不同的菜式和飲品 連湯底都可以選擇很多不同的湯底 這個辣蘿蔔是免費的 但其實我沒有加,因為那天不舒服 而桌上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調味料 多於家裡的調味料 它的位置是很自閉的 適合一個人或兩個人來吃 先說一下我這次點了什麼 我記得這個湯底應該有瑞士汁和小辣 因為那天不太舒服 不敢喊得太重口味 另外的湯底還有一些沙爹和咖喱汁 這個是它的招牌花膠 這個招牌花膠是13元的 看上去的樣子也不錯 好像挺吸引的 而且它的份量也不小 13元其實也有兩大塊 你說這些跟平時的 很厚身的花膠 當然沒得比 但是13元貨仔 我覺得都勉強OK的 我還點了它幾個招牌 就是它酸齋也是它的招牌 還有就是這個蘿蔔 我聽別人網上說 蘿蔔也很好吃 沒有渣 還有就是那個韭菜餃 它說是自己包的 其實韭菜餃的味道很濃 而且也挺好吃的 蘿蔔是沒有渣 酸齋我覺得跟外面吃的 不會太大分別 就是沒有那麼軟 它比較硬一點 而它的湯碗的設計 還有一些匙巾的設計 都很有香港的味道 我想說 但是你說它這一碗麵好不好吃呢 我就覺得是 是中上的 不是真的很好吃的 但是又不算難吃 我覺得 有機會可以再吃 但是就 不要抱有很大的期望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下次有什麼好東西吃 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